女孩子要洁身自爱 不要同居婚前性行为 男人会看你不起 作者 一鸣 各位大德 我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女大学生 我有一些感悟和因果例子 想要告诉各位女性朋友 尤其是那些年轻的女孩子们 希望您们一定要洁身自豪 严守真洁 一定不要和男孩子发生关系 这些叫邪淫 是不好的行为 会导致你以后生活的痛苦与不幸福 现在年轻人包括很多大学生在内 都在学西方搞同居 我们学校就有很多谈恋爱的男女大学生 在外面租房子住 同居 这是一种极其不道德的行为 因为年轻人住在一起 也就是所谓的孤男寡女住在一起 很有可能会发生什么 万一把持不住 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 那么女孩子的真洁就会丧失 那么这个女孩子就不再纯洁 以后她还怎样嫁人呢 而且女孩子的父母知道后该是多么痛心呢 我同班的一个女孩子 91年的 长得很漂亮 皮肤也很白 身材也很高挑很苗条 性格也很和善 但是那么优秀的一个女孩子 却已经悄悄地为她的男朋友堕胎了好几次了 这是我好朋友告诉我的 因为我好朋友同她一个寝室 有一天打扫卫生的时候 竟然在她桌子下面发现了一张纸 打开一看竟然是堕胎单子 因为这个女孩子的身体变得特别瘦弱 脸长期都是苍白的 原本很好的皮肤也开始出现了一些状况 这些都还不是关键 关键的是这个女孩子的男朋友得到她之后 对她变得不冷不热起来 而这个女孩子做什么事都会拼命的讨好这个男孩子 深怕被抛弃 可怜那女孩子的父母亲却别蒙在鼓里 什么也不知道吗 希望大家一定要引以慰藉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